真的是恐怖室友耶 台中一名女子由于不满她的室友 击欠了六万元的房租 竟然还伙同另外两名女性友人 把她室友关起来 一关关了四天 甚至呢还对她拳打脚踢 拿烟灰缸砸她的头 最后还逼她签下二十万份票 二十二岁打扮中心的女子 神情紧张走进警局报案 说自己遭三名女子暴力讨债 还把她拘禁在套房里 长达四天 被害人在那边被囚禁了四天 因为有债务的关系 被嫌犯强迫她签了两张十万块的本票 被害人控诉四天来被拘禁在套房里 嫌犯不断言语恐吓 还不时拿东西往她身上砸 全身伤痕累累 用手打她的那个 打她的脸颊 打到脸颊都瘀青了 也拿那个烟灰缸敲打她的头部 所以我们也担心她会脑震荡 涉嫌打人的是三名女子 而主贤才二十岁 被逮捕时穿着热裤走进警局 一点不在意 因为没工作缺钱花用 又不满前室友不交房租 才会恐吓取财 只是讨钱手法有如暴力讨债集团 连警方都说几个女孩子的手段 简直比男人还要凶残 我们就乱养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乱养一段时间 顶尔